我帶來的是台酒麻油烏骨雞鍋 那我覺得這一道菜呢 是我想要跟所有媽媽跟阿嬤們 致敬的一道料理 因為我們想到台式 就會想到很傳統的麻油雞 希望可以帶給大家一個暖心的感覺 你今天要做的就是非常經典的 麻油雞 而且是火山烏骨雞 麻油雞的部分有什麼要注意的嗎 法師 麻油跟薑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炒到香 如果你薑沒有炒到香 在煮的時候 那個香味不會出來 如果你真的炒到很香的時候 你還有它的那個薑味 可以最後再換一點薑 磨成泥下去 對不起 逸琳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你是後面才加 麻油 那 法師我不知道我是對的還是錯的 應該麻油去煸那個薑片對不對 要把那個薑煸到很乾再來煮 煮的時候那個可能辣味 那個薑的辣味會少 再把那個邊邊的那些有沒有 那個薑再來打成碎碎的下去煮 就有兩種不同的薑的層次 因為其實我平常自己會在家裡煎 那個麻油雞蛋 我真的會就是用麻油把薑煸到很乾很乾 然後再打蛋上去 那個薑就可以一起吃掉 那個太好吃了 對,但因為我剛剛看他那樣子 我就覺得那個薑有一點點可惜了 對啊 因為他沒有先煸過 沒有,他現在應該要做這個步驟了 他現在要做... 對 他被我們激到了是不是